爱莲的形象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千千万万法国少男少女心中的偶像 这部影片散发的清新香醇温和亲切细腻而又生活化的法兰西之风 令人陶醉不已 此时的苏菲虽然穿着中性的学生装素面朝天 但一米欺凌的个子在一群女生中格外显眼 脸上的梦幻气息已经出点端倪 无论是她开心微笑的样子 伤心生气的样子 用铅笔支支下巴心不在焉听课的样子 还是独自一人看那吉他落寞的样子 都深深打动了观众 这部电影后来一度荣获 嘎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钟旅奖 柏林影展最佳影片奖 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奖 苏菲因此有了一个称号 法兰西之吻 出吻之后 苏菲因马索迅速在法国买至全世界走红 她清纯的形象像一只展露头角含苞 欲放的白玫瑰 这样的一个形象对于荧幕 对于观众来说真的是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果不其然1982年和1984年初吻二和初吻三如期而至 尽管在故事上仍然平淡 但苏菲因马索一如既往的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特别是初吻二 不仅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 还一举为苏菲因马索夺得了法国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和凯撒奖最有希望新人奖 清纯成了他的标签 纯真美丽梦幻的气质让苏菲因马索成了甜蜜爱情的最佳代表 出演了一批文艺气息浓厚的浪漫爱情电影 女学生云端上的日子方方是其中的代表作 1985年苏菲因马索与导演安德烈·祖劳斯基合作了电影《狂你的爱》 18岁的苏菲因马索有许多大胆的激情演出 与之前青春育女的形象相比 他少了几分羞涩 多了几分狂野 苏菲马索真实自然地将那个年龄女孩的秘密 完全地暴露在电影里 法国观众为之震惊 他们的小甜心不顾一切要长大 叛逆 这与苏菲马索之前的形象反差极大 实际上 为了能拍摄这部电影 苏菲马索借钱买单合同才如愿以偿 这部电影为他的演艺生涯以及个人生活 但是